第七部分,快捷键设置 关于快捷键的设置,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查看IP地址 大多数的机子是需要先进入菜单,找到网络设置,最后找到IP地址 但针对于今天我们拿来做演示的这部Grandstream 2160,我们就可以直接按向上的指示键,查看IP地址 接下来打开浏览器,将IP地址输入到网址栏,回车,就会出现以下这个页面 默认的用户名就是User,密码是123 进入之后,找到Setting,并查看Setting菜单下的Programmable Keys 我们就成功地进入到了后台快捷键的设置页面 举我们最常用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快捷拨打键,选择Speed Dell 选择您所在的账户,如Account1 然后设置姓名和对应的手机号码 设置完毕后,按下电话机上对应的快捷键 就可以直接拨打给您绑定的手机号码,轻松实现一键拨打 第二个功能是针对内部电话系统的 选择Basylamp Field,BLF,Account Number 输入想要设置的分记号和对应的姓名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这一栏填写的不是真正的分记号 而是每个分记号对应的SIP ID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 然后您就可以看到电话机对应设置的快捷键 是亮绿色的灯,表明对方此时没有在使用电话 当绿灯变成红灯的时候,说明对方正在通话 这个功能十分方便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 免去了查找分机号码的麻烦 同时也可以知晓对方的状态 是否方便接听来电